好,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講經濟學院答誌單字跟具合一單字的第二講的第二堂 那第一個字是這個Chronic,Chronic它是由這個Chrome跟這個NIC組成 那Chrome是Time,表示時間,NIC是形容詞,所以時間很長,它就是長期的慢性的 那它除了可以用在疾病上,或是用在比如說國家長期失業的問題以外 你也可以用在像第二個解釋中,它有的長期有某種習慣 所以這習慣就是一個habit,那習慣就會造成一種更生地步無法改變的這種狀態 那它就會跟很多字出現這個關聯性,比如說我們來看第一個這個Bread in the bone 你看它從骨頭這樣開始就是嚴重到不行,就從骨頭開始長出來這種感覺 叫Bread是那種在裡面繁殖這種的樣子,在骨頭裡面就開始繁殖,所以是根除不了的 那第二個是Confirm,Confirm我們以前學過是證實的 你就想說大家一起來證實,就是全部非常非常堅定的樣子 那是一種確實的樣子,那是一種沒辦法改變的,所以也是一種更生地步的樣子 那你看它在經濟上,你可以說這是液晶正式的,或是保對的這樣子 那第二個同意詞是die in the war die就是那個浸染,那是羊毛,羊毛被浸染很徹底是什麼 就是被生染徹底倒地的 然後它這裡又出現一個同意詞,除了throw going是完整的樣子 那uncompromise是什麼,它就是說你沒辦法去妥協,不能讓步的 所以也是什麼,也是堅定的,跟前面的compromise有同意詞 而且還要注意跟剛剛的chronic也是同意詞 那我們接下來講這另外一個同意詞,inveterate 這意思是進入,那veter是老舊,成為老東西 表示也是這種更生地步,沒有辦法改變這個老玩天的這種感覺 你看它的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更生地步由來已久 那它用在什麼地方,用在仇恨,用來偏見,或是這種狀態 那基本上這是比較抽象的東西 那它當然也可以用在比如說你看煙酒啊,煙鬼啊,酒圖啊,讀棍這些是人形容詞 也可以用這個inveterate 那uncustom呢,就是on加accustom accustom就是我們以前學習慣 那這個表示習慣了,就表示說你沒有辦法去習慣這件事就是uncustom 那你就不習慣就沒辦法適應 那你沒有辦法適應,你就不是一般的常人 那你就可以去聯想說,它又有另外的意思就是不尋常的,不一般的 那這個部分它會是比較,你看它有正面的說法 比如說它講這個廉價外國的文章,難得的享受這個東西 難得的它也可以用這個詞 當然這個跟我們剛剛的confront就有點遠 但是它也是放在同一個區塊來討論 那unuse就是你use就是使用了,沒有使用過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解釋是說不習慣不熟悉 跟unaccustom是一起的這樣子 它也是可以形容在比如說你看生活不習慣 好,那第八個字是coda coda你會想說日文到底剩下多少東西嗎?不是不是 這也講是這個,它的樂曲的尾聲 那它這個字呢,原來是說這動物的尾巴 那它後來演變成動物失去的尾巴 可能就是這個詞的詞跟衍生成所謂的尾聲 有些很玄妙的故事嗎? 那它除了可以當音樂的尾聲以外 它也可以當成比如說具有總結功能 且有自身目的的事情這樣子 就是一個結束的這種感覺這樣子 然後它需要達到什麼目的 那第九個是confirm這個字比較複雜一點 你就看著說為什麼很複雜 因為它就是conf是共同 然後fuse是什麼 把它倒進去,大家一起把東西混進去以後 那你就分不出來是哪個 那它第一個解釋就是說 混搖以後你就會覺得很困惑 那它也可以用來很驚奇的地方 驚奇就是比較正面一點的詞 你看它的同一詞是用surprise 那它其他意思還是混亂 那第三個意思比較好玩 它是擊敗某人 你就想說你用一些人家看不懂的東西 讓人家混搖以後 你就把對手打敗了 一種軍事上的戰術這樣 你可以去聯想 那你看它第四個 開始出現罵人的意思 去你的 confirm you 有很多字可以用 但這個字也是蠻重的 對 那它這裡還有個詞 比如說像 it's confundely hot 就是非常非常熱 就是強調 強調什麼 強調這個感覺很不好 比如說你很討厭這樣子 you're a confounded nuisance nuisance是讓人討厭的人 好 那它的同一詞有哪些呢 我們第一個來看 它第一個解釋是說 讓人在精神上的狀態 產生不確定性 讓別人產生困惑 因為不確定嘛 你就不知道它要怎麼辦 所以它就產生一種困惑 比如說你看它這裡說 we are confounded by the players remote control which wasn't at all user friendly 這個東西不是那麼的好用 所以就是讓我們這些玩家 就是在使用這個東西上 就非常非常的困惑 那它的同義詞 這種詞 同義詞就是非常非常多 你看這addle 第一個我們來看addle addle就是增加 它是從增加這個字演變 應該不能說演變 它是你可以用這樣去記 它說你增加很多事情 就是產生混亂 為什麼呢 你就想說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就像剛剛的confuse一樣 那這裡混亂可以說 比如說人啊頭腦腦脹啊 或者是這個 像這個costal become rotten 就是死變壞 這個東西壞掉 你看它是用在蛋上 用生物的東西來表示這樣子 就說腐爛掉 就很像rotten這種感覺 R-O-T-T-E-N 第二個就是baffle baffle 你就想說 就是它也是把人困惑 把別人難倒 就是用在比如說 你看題目不懂 或是警方沒辦法破解 這個很難的這個案子 只能找比如說明正丹克難來做這樣子 那第二個解釋是說 它阻止某人做某事 你就想說 既然很困惑 人家就被你中錯 然後他就沒辦法做得好這樣子 你看它接下來就舉個例子 難以於偵破的罪案這樣子 OK 那它這裡有個有關這個baffle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它可能有兩個詞源 一個就是公開讓人失去信用 它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欺騙這樣子 那不管是哪一個 它最後都演變成說 你沒有這個真實的東西存在 所以讓人家 對於真實的東西產生了困惑 所以變成現在這個 所謂的baffle這個意思 好 那下一個字更神奇 它叫bamboozle 你會看你覺得很像竹子那bamboozle 我是這樣去聯想 因為他說 我是覺得說很多竹子的竹林 就讓你找不到路 你就迷路了 就是把你迷惑 所以它也可以就是解釋成迷惑的意思 這樣子 所以你把我搞糊塗了 你可以除了用puzzle以外 你也可以 你除了用這個迷宮啊 或什麼妹子 不是妹子 就puzzle這個字以外 應該是 puzzle是那個拼圖 你拼圖把人搞迷惑 你可以用竹子把人搞迷惑 都可以這樣 很動感有沒有 那你騙別人去做某件事 也可以用這個字 我們以後可能會學到這樣 cajole這個字 c-a-j-o-l-e 也是這樣 騙別人去做某件事情 那bfog 很明顯就是fog 加一個動詞b這樣子 那就是用物把你遮住 讓你看不到 所以你就糊裡糊塗了這樣子 那這裡有更神奇的字 叫做buffle 我查了只有一個字典 有 就是維斯大字典 有 那我就是沒辦法去聯想說 為什麼水牛城 跟這有關 或水牛跟這有關 後來我去聯想說 水牛城它在美國很北邊的地方 所以它天氣變化很大 然後有時候很多 因為那邊很潮濕很陰冷 距離加得很大很近 所以你就可以說 那邊的天氣讓人感到很困惑 而且那個城市被譽為 就是全美前十大 就是讓人憂鬱的地方 憂鬱的地方 難免不讓人感到寸惑 對不對 好 那下一個是發抖 那這個字很好玩 你就想說 是不是喝飲料混淆 就是這缚乎的這種聲音 不是 那你可以記錄說 比如說這個 周杰仁的已父之間 說發抖發抖這首歌 很難唱有沒有 就是蠻搞混這樣 因為他裡面發的 就是在意大利文發的 padre ok 好 那它也可以當成 名詞就是直接當成糊裡糊塗 那下一個字 是牧師 你想說 這個牧師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常說你是我牧師 然後或是有人給你靈感的時候就用牧師 這個字它可以當成沉思冥想的意思 它是從那個古希臘的那個名詞來的 那我要講什麼 OK那沉思字語就是說你 就是也是可以用這個字來講這個東西 那它也有讓人感到這種模糊的意思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一個字講 就是bewilder 你就講wild這個字就是詭異的 讓人感到詭異的東西也會讓你迷惑 剛剛那個牧師已經讓你夠迷惑 那個女神已經讓你夠迷惑 這個本身字就是迷惑的意思 它可以迷惑什麼 比如說孩子讓造生 孩子讓造生和人群也弄得暈頭轉向這樣子 或者是這個中文字這個提示完全把它弄糊塗 你根本搞不懂這個提示到底是為了什麼東西 那bewilder基本上就是它的形容詞 就是讓人困惑被解的 那bewilder當然就是它的這個名詞 好這個字很神奇 dis combobulate 目前都背不起來 那你就想說這跟bubble有關 沒有沒有 這跟bubble沒有關 然後它也是讓人家困惑 這讓人家洩氣的意思 可是我後來去想 這個字你看到它的dis com有bubble 那有late這樣子 那at就是動詞 那bubble你不知道是什麼 那com是這個共同 那dis是去掉跟否定 你就想說既然有一個這個去掉否定 是負面 然後加一個共同是正面的 那你要再加一個什麼詞 會變成負面 那當然還是加正面 因為三個東西相成 負的成正的成正的 它就會變成負的 不是這樣去聯想 那你就想說bubble會是什麼 我就覺得它很像以前那個字叫babel babel是一個巴別塔的故事 就是上帝建造 就是把人類建造巴別塔弄垮後 人類四散 所以這個語言混亂 導致這個無法溝通 因為人類想要透過這座塔來 就是接近上帝 然後上帝就說不行 然後上帝就把它拆了 拆了以後 那怎麼辦呢 就把人類散到四散各地 人類都講了不同的語言 那這個字就變成 babel就變成混亂的意思 因為人類的世界就因此變得很混亂 你把這個字塞進我們剛剛的babel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 discombobulate它就是還是負的 而且你可以藉由這個巴別塔的故事 來記住這個詞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的同意詞 有bemuse bewilderthrow 這樣 所以就是把別人丟進一個混亂的狀態 你可以像那樣的影響 還有第二個詞 它有第二個意義 它有很多這個同意詞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fox你就想說狐狸很奸詐 有沒有 那bephado我們剛剛講過 bedevil devil就是惡魔嘛 對不對 惡魔讓你就是藏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藏到不該藏的禁骨 你就就迷惑而已 有沒有失去了這個原本的目標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下一個字是這個disorientate 這個orient就是 就是我們講說 東方是不是oriental 沒錯是這個字 那你就想說這個詞 它有方向的意思 Orient的方向 那 Orient本身是生奇 那失去了方向感 就是當然是 使人感到迷惑 這樣 好 那Orient 你看我剛剛講的東方 或是定位也叫Orient 你把它定位弄掉 當然就是讓人家感到糊塗 因為人家就沒辦法一直羅盤找到方向 那這有兩個句子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它也可以當形容詞 加NG使用 這樣子 那下一個字也是很爭取的 叫Flamex 那它基本上它的故事就是說 它這個詞源就是說 讓人 就講出讓人很困惑的話 就是從早期的 比如說術語啊 虛偽的話 這樣慢慢演進成現在的 所謂的就是困惑這樣子 好 那它現在更神奇 它是變成這個 變動詞 變動詞就是讓別人疑惑 而不是原本的名詞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 那為女政治 假被問得十分狼狽 這樣子 OK好 那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是這個 gravel 那這要怎麼記呢 就可以記這個 木屑是grave 那gravel就是用 木屑本身是用gravel堆積而成 那gravel是什麼東西呢 gravel 我相信大家學過 這是一個名詞 它是一種石頭 歷史這種石頭 那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從subgranite這個東西 這個出體質的地方 就是granite 這種大理石 慢慢演進而來 我們來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大理石 我來確認一下 OK 沒有花崗岩 抱歉 這是花崗岩 把它鋪成那種東西 然後後來開始出現 就是法文開始借用 一個gravel pebble 是意思 然後到英文這樣 動詞開始出現 clean the ship's bottom 就是把船底弄乾淨有沒有 把船底的石頭弄乾淨 然後慢慢演變出來 現在變成 欸 竟然變成 就是 第一個 用這個石頭把它全部蓋 就是把它弄住 你就看不到 你看不到就是很迷惑 船找不到底下 裡面有哪些東西 你就可以這樣去記 那它同義詞還有這個 perplex 就是我們以前學的嘛 就是讓人 mirror confined 就是我們剛 就是之前不久才學的 這樣子 那irritus 這有開始讓人生氣的意思 或是nattle 也是讓人家有生氣的意思 或讓人家失望的意思 馬克圖文有用過這一句話 這樣子 用過這一句話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這個model 這個字 我們還是處處在這個混亂 因為我們現在從頭到尾 就是一邊混亂 GRE 但是也是個混亂 好 可不可以嚇到 那這個model是來自於這個 詞源是來自於mod mod就是泥漿 你想說掉在泥漿裡面 裡面 你就沒辦法找到你要的東西 或者是你就沒辦法出來 所以你就整個人很混亂 你可以 你可以描述說 這些混件被混在一起 或什麼各種人事物被混在一起 或日期弄亂 或是分辨不出誰跟誰 這些都是都可以用model 這個字非常非常好用 那也比較簡單 沒有那麼困難 我相信我們小時候就已經學過 那他用形容詞model的 或是modeling 讓人迷惑 都是可以這樣使用 model headed 當然head是頭 你頭腦不清楚 一片混亂就是這 描述說你充滿了這個 就是不確定的樣子 OK 那這裡更神奇的這個字 pose 你就想說為什麼 你做了姿態以後 人家會感到困擾 我剛開始就覺得這詞很奇怪 可是後來想 就覺得說 嗯 或許是因為你做了 本來不是 就是真的這個 把這件事情 從真的快要變成假 做了一個姿態 所以人家就覺得 我不知道人家幹嘛 所以人家就感到困擾 甚至是產生這種棘手 或者是很困難的這種情形 那that V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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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Vax 我們以前都學過了 應該說高中就學過了 對這個字就是讓人生氣啊 或惱怒的意思 好 那它的名詞就是vexation 煩惱跟憂慮 我們這裡有一些句子 比較簡單 像是生活中 腦人的瑣蜀 Life's little Vaxations 好 他也這個warpering �就是那些同意思 cult是의同意思 恋怒 annoy就是讓人生氣嘛 那我們把這個詞做一些分類 就是跟這個confind有關的詞有哪些 第一個是他把分類是不順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走路 那種stick 比如說黏在那邊stomp 就是蹦跌這樣子 那weird就是 你會覺得這個字是不是走的也很不順 這感覺是古怪的意思 我以前也不懂為什麼有這麼奇怪的詞 我們來查一下好了 好你看fate,destiny 或者是magical 這個我們現在先不管 他基本上還是做古怪的居多 我覺得他放在這邊就是個很古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跟這個stick 還有stomp放在一起 因為他們的共通性 我認為只有不順很久 因為你要 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我打這個不順很久 就是因為要把他們三個共通性 把它抽象出來 那像是第二排他就非常非常明確 就是讓人家不安 讓人家困惑 不管是abash,discounted,discounter,discountance 這些東西 Face,fluster 我等一下慢慢講 如果大家對這個不順底久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慢慢來跟我一起研究 可是就考試而已 我們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第三種是激怒跟打擾 也是非常多的字 那比較難的就是shagrin 這個字 iscomposed 我們以後也會講 那第四排就是欺騙跟誤導 也是可以跟confirm做相關性的詞 像beguile,cozen,delude,hawks Woodwig,humbug 這些東西 那我們從上面的abash開始介紹 abash 基本上就是讓人家困窘的意思 就是讓人家embarrassed 這個意思 他的同義字就是embarrassed discounted 這個詞源是源自於打敗別人 讓人家感到不舒服 因為人家輸了嘛 就覺得怎麼那麼衰 就被你打敗了 就很不舒服 discounted 我們把它控制 discounted 是個動詞 它就是基本上等於discounted 你想說comfit 就是想fit 就是去聯想 它是這個適合的 那comfit 就是很像那種comfort的感覺 那讓人家感到不comfort 就是讓人家感到困擁和困惑 discounted discounted 我怎麼記呢 concert當然是可以拆成兩個 但是你可以直接聯想 就是說 演唱會到底開不開 讓人從哪個確定性 這樣子 那阿妹的到底要不要開 開在小巨蛋 他到現在好像還是不確定 那就是真的是discounted 讓人感到discounted 他的concert到底在幹什麼 這樣子 ok 好 那下一個字是discounted 這個字就是你直接記著continence 它是面容支持 還有這個support這種感覺 那你不語言面 所以不支持就變 就是不支持 就是等於整個字的意思就是負面 就是不去support一個人 好 那face face 我是聯想說 他長得要廢的這個 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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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 那讓人緊張到沒有辦法退去 就是讓人家慌張 讓人家就是也是有點困擾這種感覺 那fluster 它是直接等於就是discounted 或是我們剛剛教的那個discounted combobulate 還有fury跟unhinge unhinge unhinge是un加hinge 那hinge是什麼 hinge就是把它選 就是應該說是 我想一下 我們來查一下 unhinge ok 就是unsettle跟disrupt 把人家中斷的意思 那我們來查一下這個hinge到底怎麼來的 不能放棄啊 這個字 這個字還蠻重要的 ok hinge是裝鑿鏈的意思 那你把這個鑿鏈拿掉 就是 鬆開了 鬆開了 本來是固定在那邊的 反正就是 被鬆開以後 讓人感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就被東西被拿掉 本來是fixed在那邊的 後來變成不是fixed 好 那fluster fluster就是緊張焦慮的意思 mortify mortify就是mort mort mort是死亡 那tify 這個地方就是don't 讓人家覺得 天啊看我已經很像死 那什麼 就是讓人家覺得很embarrassed 很羞辱很屈辱的意思 他的用詞可以用來對某人啊 或者是 直接說感覺 就是he was felt mortified 他深感到羞愧這樣 其實前面的詞也很多 直接可以加ed 就是感到某些程度的感受 都是可以直接這樣用成寫文詞 mortification 就是 他這是一個名詞來使用 你看這個句子 很簡單的朋友我去看一下 non-pulls 你會想說加什麼都沒有加 不是這不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加 所以很困惑嗎 不是不是 你不用這樣記 可是你要記的時候 你可以說這個non-pulls 說 股市增加一股市不長一 所以是不知所措的意思 這好奇怪 這是洪寶書來的這個解釋 但是我覺得他想要表達的應該就是說 你到底加多少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就是不知所措 那你就這樣講non-plus 給你non-plus也可以 我覺得non-plus比較像法文比較好聽 好不能再亂唸 這樣 好那下一個字這個 真的這個 這就念shagrin 這不是念chagrin 不是 你看他的拼音就真的這樣唸 他的故事很長 在這邊就是 可以讓大家回去慢慢看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學的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 失望灰心跟懊惱 你就覺得這個詞 怎麼那麼難唸 shagrin 真的是讓你感到失少 失望灰心跟懊惱 當然不能每個詞都這樣記 只是這個詞你可以這樣記 這樣子 那他可以用在 比如說對於 因為某失誤 而感到困擾 或懊惱 或對某人都可以 這樣子 比蓋爾 比蓋爾是比加蓋爾 蓋爾我相信大家學過 蓋爾我記得是 顏面的意思 我來查一下好了 蓋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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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是承認我們錯了 我還把不小心刪掉 不能因為錯了把它刪掉 但是我們要記住就說 好我錯了 這樣沒關係 那這個比蓋爾 基本上就是 你就想說把別人捕捉住 就像你之前學的那 Captivate 把人家這樣抓過來 就是把別人迷住 這樣 然後把別人迷住 你就想說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把別人迷住 那當然你可以說 這廣告會騙人 那他本身就有這個欺騙某人的意思 你看他是第二個解釋 還是這個意思 第一個解釋 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迷住這件事 它是有順序的 所以用的 這個頻率是第二個比較少一點 Cosin 下一個字 Cosin 也是有這種 哄騙別人過來買 買東西的意思 所以他跟這個Cox 或者是Deceive 就騙別人這件事情 都是可以相通的 那你要怎麼記 你可以和Cosy一起記 你用很愜意的手段 騙過來 就是很好騙這樣子 很好騙 大家記得要回去 學一下 像什麼naive 這些天真的這些詞 回去還要看一下 ok 那下一個字是什麼 下一個字是Delude Delude的字根就是 它D加Lude Lude就是那個什麼 Lude是什麼 Delude是可惡 Lude是玩的意思 那你亂玩 亂一通 你把別人玩弄在手掌上 就是什麼 就是欺騙 欺騙別人 欺騙別人 也是這種 黃禍某人 這念黃還黃為不是 那這個 哄騙某人也是 就是哄騙某人 也是跟那個Cox是同的 同義詞 好下一個 你會想說 剛有Cox 現在有Hox 怎麼那麼巧 OAX 那就更好一起寄人 那這個詞比較特殊 它是說 以製造假的這個資料的方式 這種 來的 方式來嘲諷跟欺瞞 不好意思 稍打一個字 方式 那早期是這個詞 後來它就變這個 開始出現這個 Hocus Pocus 就是這種花招跟騙數 那最後它就演變成 現在我們這個 惡作劇跟戲弄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的 壞的意思 你看它用 Mischievous trick Mischievous trick 就是帶有一些幽默 那種地方在裡面 它不是那麼的壞 但它可能還是會導致不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 放在比較負面的地方 看待它 那你看它的意思 有開玩笑騙別人 戲弄某人這樣子 然後有人就狼來了 然後他就被騙 這就是Hox 這個字 那Hood Wink 這個想說 Hood加Wink 那是什麼 可以這樣拆嗎 我不能這樣拆 但是我可以聯想 Hood 你就想說是帽T 還有羅賓漢 Robin Hood就是這個詞 那Wink就是實顏色 那羅賓漢那邊 就是在綠林中 讓國王就是 沒辦法控制他們 然後去拯救那些 就是傑富忌貧 然後讓國王被騙 所以你就會繼承 Hood Wink 就是欺騙了國王這件事情 那就是 就是哄騙別人 也是可以用這個詞 好 那有關它的這個 片名就是這一句 Blow one's mind Go to one's mind Go to one's head 你就想說有一部電影 要全面啟動 把這個人的頭給炸了 當然不是炸 我是衝進他的腦 把他的腦袋給弄得很糊裡糊塗 把他給騙了一下 就這樣一起進 那這個 很類似的他的 反義詞有哪些 第一個是assure reassure satisfy enlighten inform 這些詞我們都學過 那大家去想像他們的共同意思是什麼 第一個assure 是讓人確定 然後reassure 再確定一次 satisfy 然後第四個是enlighten 啟蒙 然後通知 我們發現這五個詞的共通性 就是給別人的一種新的資訊 讓人家增加這個資訊的可信度 就這樣去記他就好 這個抽譯的能力大家去學 好 那下一個這個humbug humbug是怎麼記呢 你就想說hum是嗡嗡聲 那bug是蟲子 蟲子 蟲子讓你聽不清楚聲音 你說你就被騙了 我是這樣記的 那他剛引申出來的意思就變說 這個很聽不清楚的聲音 就變成了一種花招 跟一種謊話 那用在人身上 那你就是個騙子囉 然後更神奇的是 它是一種糖果 你這是什麼糖果 跟蟲子有關的糖果嗎 當然這是英國人的用 那欺詐謀 你就可以講into 還有out of something 或doing something 這樣子 好那我們講那麼多詞以後 我們來講他剛剛這個詞的這個 同一詞的confirmed的第二種意思 就是陷入自我意識到這種 痛苦悲傷的狀態 這很抽象 throw into a state of self-conscious distress 這樣子 那這一詞跟他同意的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bash bash我們以前就是被單字常都在看 因為他是AB開頭的這樣子 那他什麼意思 他就是摧毀啊 或摧毀某個人的這個self-possession 就是自信嘛 就是這個意思 摧毀某個人的自信 就是讓他羞愧 讓他困窘 讓他不安 這跟剛剛那個disconcer 其實非常非常像 這AB就是await的意思 我們以後可能會再看到很多很多次 這個bash的故事啊 非常非常長 他是可能從abayance 還有bash出來 但是因為太長了 我們就直接讓大家回去慢慢看 那discomfit discomfit呢 他這個你可以從這個 他的詞緣來記 就是defeat是什麼 打敗 dis就是不 那comfit就是我們剛剛講 conference 讓人家感到不舒服 打敗了人家的舒服 就是讓人家感到這個 就是embarrassed 讓人家感到困窘 就跟剛剛disconcer也是同樣的意思 disconfeature 是他的名詞 他可以用在比如說神色樣子跟表情 好 終於出現了disconcer 這裡已經出現第二次 不要忘記了 再給大家看一次 剛剛那個阿妹的演唱會的故事 再記一次 discontinent也是我們再看一次 不要忘記哦 continent加dis 就是不支持這樣子 face face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過很像fade那個字 就是 吞去那個字 那你吞去了以後 你把別人本來很正經的狀況 吞去 那就是讓人家產生了更大的慌張 跟這個不安的樣子 那fluster呢 fluster就是 就是也是confuse的意思 就是讓人家慌張 其實fluster是個蠻動感的一種詞 因為聽他的聲音 你會覺得 這種風聲像fluster這種感覺 但是他不是風聲 只是說我覺得你可以這樣去記他 那fl很多都是跟這種飛行有關 或者是風有關的東西 好 那這個multify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這個死亡加一個tify 那這句子大家回去要看 non plus 也是 oh 巧克力重複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喔 出現了一個還沒有看過的 這個 discompose 當然就是compose加一個dis dis就是不嘛 那不正經就是讓人家感到不安 或者是讓人家感到不舒服 那postposit 像我們以前學的position 或是post做姿態 那個東西 他這個pos跟posit 都是表示放的 就是把東西放在那裡 把狀態把它固定在那邊 那你把這個狀態共同固定起來 compose就是一種組合嘛 那你再把這個東西加個附號上去 那就變成 讓本來已經組合好的東西 不是那麼的正經 那麼的這個平靜跟這個 本來是組成的樣子 就把它解散之類 那就變discompose 就是把這個比如說緊張的狀態 還不是平常的 把原本固定的狀態解散 就讓人家很不安囉 dismay呢 dismay 你想說may是五月嗎 不要不要 那有人這樣可以記啊 有人說比如說 dismay是 你一開始是may是能夠 然後你就衍生出 不能做某件事情 為什麼dis加may 就是本來能的話變不能 然後接下來以後 就變得很沮喪 然後有人說 有人可以聯想說 這個五月能重糧死 所以叫may 但我覺得這已經有點複雜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個字就是 讓人家感到沮喪 就是不能做事這件事 讓人家感到沮喪 所以你就這樣記是最方便 好 那他的用法 比如說 我看一下 讓人感到驚惡或氣美 或者你看他的例句 他不可能做 就讓人感到很失望 we were all dismayed and his refusal to cooperate 好 那下一個字是disquiet 那基本上這個字就是quiet加dis quiet就是安靜 或者是固定在那邊 你看那個quiet跟quiet 這個東西都是等於steel steel就是我們以前看過一個月團 進水的月團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進就是steel stand still 在那邊固定的樣子 那disquiet 當然就把這個進的成分拿掉 那就變成讓人家憂慮 更讓人家不安容 好 我們先講快點 下一個字是distress distress 它字根就是一個stress stress是什麼 這就是壓力 strain stress strick就是有壓力 就把它束縛在那邊 變嚴格這種感覺 string就是那條線 就是string 你就想說string可以把這個 string拉起來這樣子 好 那這四個詞 當然這個詞根 都有這個拉緊的意思 所以把這個 這個拉緊的東西給拿掉 你想說把拉緊的東西拿掉 本來沒那麼痛苦 後來變得更痛苦了 可以這樣聯想嗎 我是覺得不行 但是它這個詞根就是這樣來的 也許我們應該好好研究它 到底怎麼出現 但是它目前就是這個 極大的痛苦悲傷 它是它主要的意思 或是貧困跟困苦也是 那第二種解釋是 危險跟困境 很像 你不覺得危險跟 危險困境跟貧困困苦 其實蠻像 只是可能程度差了一點點 會用的地方不太一樣 但是你就把那個力去看懂就好了 好 那下一個它也是distress的這個解釋 它用在剛剛用在比較具體的東西 現在稍微又來了一點比較抽象的東西 剛剛是什麼事故啊 然後現在是比如說 心情不好 然後導致是distress 這樣子 那distressing 就是形容詞的用法 distressing 就是複詞的用法 perturb 好 perturb也是這種 把心情動得很不好的樣子 就是腳亂 那本來是很 就是 還OK的 但是後來你就被 就是 就是 turb 你就想 t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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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前學過的那個什麼 水漩渦的那種感覺 那有這種 stir 這種 攪動的意思 那perturb 就變成全面線去攪動 就是擾亂 好 那perturbation 就是它的名詞 不安、煩擾跟憂慮 終於出現了我們剛剛那個腳鏈詞 就是on加hinge 那on就是表示相反的動作 hinge就是裝腳鏈 把腳鏈拿掉就是 把這個固定的東西變成不是那麼固定 比如說一個人的精神本來是狀況是正常固定的 後來被人一擊潰後 他精神又失常跟錯亂 就是用這個詞 用unhing這個詞 mentally unbalanced you know the shock unhinged his mind 這一打擊就讓他啼笑 就是用unhinged 那debase 你就想base加d d就是下面的意思 down跟downward的意思 還有強化這種分離這種自首 分離否定加強是很重要的一個自首 那base是什麼 base就是基部 底部基部 你把這個基部底部給分離了 那是什麼 降低了質量地位或價值 這是他第一個主要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是他減少 比如說韓貴金屬的橙色 就是也可以用debase de mean也是 你看de也是剛剛那個自根 me就是卑劣 你可以去記說 他不是他的自根 就是說你可以這樣記 他是低劣跟卑鄙 你就把一個人更低劣跟卑鄙化 那什麼意思 就降低自己的身份 失去別人尊重 減低自己 de mean就是他的形容詞 卑微的 墮落的 OK 好 這個詞更詭異了 這個詞叫酷兒 你講酷兒以前 你學過酷兒理論 那 queer 你就只要記他的音譯就比較好記 因為酷兒就是很酷的人 很酷的人 很酷的人就很詭異的人 很古怪的人 不能這樣講 酷的人就是有他的特色 所以他很古怪 大家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你看第一個解釋就是一般的古怪 那接下來同性戀 然後第三個 就是不舒服的暈眩 你會想說 為什麼這古怪的東西 開始會變暈眩 我剛開始也覺得這沒有辦法去理解 但是後來想想就說 這些詭異的人做的事 或許就會讓你感到很不舒服的暈眩 比如說很多現在歌曲唱 也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的確是很酷 但是聽不懂這樣子 好 第四個這樣子 第四個是什麼意思 第四個是這個處於困境的意思 拮据的意思 並Q-Street 其實酷兒是當時一群 你不能說像西匹 想像成西匹那種樣子 他們住在各種地方散落 可能做一些反社會 或者是次文化的那種行為 他們所在的環境通常不是這麼好 所以酷兒也可以用在這個 財務困境或這種的地方 好 那酷兒當成動詞的時候 就是破壞或阻擾某人的計畫 你就想說 奇怪跟這個 詭異有什麼關係 你就想 詭異的東西 讓人家不知所措 就是破壞本來人家所要做的事情 有沒有看過那蝙蝠俠第二集 那個黑暗騎士 他那個小丑 他總是有很多這個詐人的計畫 說如果我們一般 就是你每天新聞報這種 報什麼東西 報那個 報那個巴士 如果要被炸的話 大家會覺得很可怕 可是如果你說 市長要被殺的話 你把他講好 大家就不會這麼可怕 因為這沒有計畫的東西 有計畫的東西 比沒有計畫的東西 讓你感到沒那麼可怕 那這個酷兒 你就會想說 這個小丑 他要去阻擾蝙蝠俠 本來要開始拯救高壇士這個計畫 這樣子 蝙蝠俠也是很詭異的人 所以他是個酷兒這樣子 好 那這個他的 類似的這種反譯詞有哪些呢 第一個 看我們學過 就是讓他鎮靜的 confort 也是讓他鎮靜的 console 讓他情緒上比較鎮靜 那relief 讓他情緒上放鬆 素質讓他情緒上感到這個平穩 不用 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們來查一下 那我是計程不要浮標 不要浮標 因為他這次本來是浮標的意思 但是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這裡是第三個意思 比較少用 它是一種比喻性的用法 給別人帶來希望讓我們能振作 那他跟浮標有什麼關係 你就想說 在海上看到浮標 就知道 他有機會 不是那麼的迷路的狀態 還是有這個心情上可以變好 所以就是鼓舞你 讓你可以找到繼續走下去的路 那這個東西 他是很像跟confirm的這個反譯詞很像 confirm帶他回去 還要記一下 confirm什麼意思 忘記的時候回去看回去看 好 那chir chir跟brew 都是這種鼓舞人心的意思 chir up chir up 就是給你加油 embodent 讓你增加膽量 encourage 增加勇氣 hearten 增加一顆心 增加一顆心 讓你什麼 讓你大心嗎 不是不是 但是我可以這樣記 因為heart就是大心的意思 使人大心就是讓你感到 歡心鼓舞的意思 令人振奮人心的意思 好 那第三個 這個confirm意思 我們還沒講完 你看這confirm 我們真的很confirm 第三個是什麼意思 讓人無法分辨類似或關聯的東西 叫confirm 那第一個詞是什麼 第一個詞是這個 共同吹氣 看不懂對不對 共同吹氣 不是 剛剛有個共同道路 現在有個共同吹氣 那剛剛是水 現在是空氣 那也是混在一起 讓你就是混合 這樣子 好 混合指 比如說它可以用在實驗的結果 那名詞就變成conflation 它除了用來結果 你看它還覺得另外一個字 用來比如說 兩個字定義可以合成一個 這樣子 以後就看到一些詞 會有這種用法 好 跟confirm有關的詞 第一個是lump together lump together 就是把一群東西這樣 堆在一起 lump sum 放在一起 miss apply apply apply是運用的意思 miss apply 用錯 miss call call是打過來嗎 當然不是 我們來看 miss call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都會不小心按到右鍵 但是我們其實是按ctrl c才對 叫錯名字互稱 用錯 稱錯 鑑定錯誤 然後名字也用錯了 都是讓人家迷糊 就是本還是對 但是加個miss 然後就不對 那它的反應詞呢 跟讓人家感到困惑的反應詞 就讓人家不那麼的感到困惑 就是你可以區別東西了 第一個就是different 就是差異 你有差異可以區別 所以differentiate就是區別 discriminate也是區別 distinguish也是區別 separate就是把它分開 分開以後可以區別 所以它的反應詞有這些 好 那你要怎麼就是證明一件事情的錯誤 這是用在confirm的這種第四個意思 雖然比較少用 但它也可以拿來用 為什麼 你想說confirm是把你搞糊塗了 但是它竟然可以證明有件事情是錯的 難道搞糊塗你的東西 也可以證明有件事情是錯的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意思 但是它既然有這個意思 我們就來好好給它講一下 那怎麼講呢 第一個我們先看它的這個同義詞 同義詞有什麼 belight 這個字超愛口 你就去聯想b是動詞 那light是說謊 那這樣會變什麼意思呢 會變產生錯誤的 或不符合實際的想法 因為你講一個謊話給他 那他就演示了他真實的狀態 你看他的句子 他那快活的樣子 演示了他的真實感情 因為被騙了 有沒有 第二個意思是 沒有辦法被證明 或是沒有辦法實現的諾言之類的東西 fail to justify or fulfill 比如說實際經驗證明這個理論是錯誤 這個用法的特殊 practical experience belies this theory 好 那個詞要回去好好複習一下 下一個詞是confute 剛剛有印象它是要證明錯誤對不對 那這個belight是怎麼證明錯誤 它第一個解釋叫產生錯誤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個詞 confute是什麼 它是直接一起把別人打倒 那是什麼 也是博導本來人家是正確的東西 從真的變成說成是假的 或真的說對的說成是錯的 這就是confute conf是共同future 是以前拉丁文的大字 你就想future 它後來會演 不是那個未來的future 它會慢慢衍生會變成像fight這種字 或beat這種字 那一起打擾一個別人 就是證明你的這個論點有問題 那下一個是debunk d加bunk 這個字它有一個很長的故事 但是我不希望你們這樣記 你可以去記bunker bunker是什麼 碉堡 那地是去掉 揭穿敵軍的虛實 把他的刀碉堡拆掉 就變成什麼了 就揭穿某人 某思想 某機構 名不副使的樣子 比如說有個很 大家都相信的通縮在那邊 但是你要去駁斥這個通縮 就是可以用這個debunk fashionable opinions 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呢 rebut rebut是什麼 but是屁股 你可以這樣記啊 你再次打說謊小孩的屁股 所以是證明這個小孩講話是假的 這個狼來了是假的 所以是反駁駁斥的意思 那rebuttle 就是他的這個名字 就是好多個屁股的 就是你到不斷的用這個反駁的方式去提出這種 提出這個提出論點來反駁這些東西 refute呢 refute是它針對的是說法意見 或是某人的這個論點 或是某人的這個論點來講這個反駁 它是re加fute fute有沒有很像剛剛那個fute有沒有 很像剛剛那個拉丁文字根 其實是很像的 那它就是有這種反流啊 然後延伸成這個反駁的意思 那fuse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confuse一起倒進去 那現在這個fuse變成是一種 這個也是這個流恩蟹 只是我們加了一個re 就是原本流向比如說北方 那我們變成流向南方 我飄向北方 然後現在變飄向南方 那就是飄向錯的地方 你就是論點是錯的 你就把它打爆這樣子 refute是它的名詞 ok 那接下來這個跟這個confirm有關的這個詞 哇還是很多 我們今天時間比較 講的比較長 不過沒關係 第一個是overbrew 然後overturn challenge contest 然後這詞 你有發現它們有什麼共同點嗎 回去想一想 overthraw是推翻 overturn也是這種顛覆 那challenge也就是挑戰原本自由的地位 contest也是爭執 query也是有這種爭執的意思 question 不用講 就是問別人問題 提出一個問題這樣子 doubt就是懷疑本來是真的 mistrust就是懷疑本來是真的 debate就是爭執本來是對的東西 discuss是討論這件事 然後hashover hashover是什麼東西呢 我記得我等一下會講 等一下大家不要緊 mute也是mute 比如用來模擬法 你可用mute chord talkover也是去discuss的意思 好 那overturn是什麼 就是你把它翻過來 turnover 就弄翻了 那這個詞 跟我們剛剛confirm confirm什麼 大家會再想一下 又忘記了對不對 confirm confirm是什麼 好我們再查一次 因為我覺得這個字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但是我們又忘記了怎麼辦呢 如果忘記 那我就幫大家再複習一下 那到底是你忘記還我忘記呢 其實我們都忘記了 不過沒關係 就是困惑的意思 把東西顛覆了 它可能少 可能跟這個confirm有一點關係 所以它是放在相關 但是不是放在同一個意思或反應 那query 是針對這事情的真實去提出了一個疑問 那這個hash它有個很長的故事 它可能是從hatchet這邊這個東西來 然後最後變成hash 它本來是怎麼講呢 hash brown is short for hash brown potatoes with the add multitude as in mashed potatoes 好 這個東西故事非常非常的複雜 我們看不懂不過沒關係 不是看不懂 我們就讓大家回去慢慢看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 hash是一大群東西全部混在一起 一大群很 比如說食物啊 或是有沒有看過那個什麼 不是大綿果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棕破曬裡面 有很多種混在很多食物 材料混在很多 就是用這個hash 然後它的常用的用法 就是比如說 make a hash of function 把事物搞得一團糟 本來是沒有那麼mess的 你把它搞得很messy 那hash當動詞呢 切成小塊 因為想說剛剛那有一大群東西 放在一起 你把一大群東西切成小塊 然後全部丟在一起也是個hash 你就這樣去記它就好了 那你把東西弄著 就把東西切得碎碎的 弄得亂七八糟 就要把它丟進 比如說丟進碎紙機裡 然後把它組回來 很難組有沒有 那也是個hash 那你就這樣記它 就是一個混亂的意思 那moot呢 moot是剛剛那個詞裡面 我們看到的 moot是模擬法庭 不是模擬法庭 就是懸在法庭中的案件 那moot code就變成模擬法庭 你就想說有個案件 懸在這個模擬法庭中 然後大家來開個模擬法庭 來做個辯論來討論 那moot point是什麼 moot question 就是懸而畏覺的事情 那moot也當然可以用來這個動詞 剛剛是懸而畏覺的事情 我們現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moot的動詞 就是提出公討論的意思 好 那這跟confound有這個同意的這個 同意詞這個片語 有這個give the lie to這樣子 所以記一下就要不是那麼難 給人家一個謊言 讓人家不知所措 那跟他很有可能的反譯詞 很類似的反譯詞 很接近的反譯詞 有這些東西 哇都非常非常多 你覺得這些詞 有什麼觀念性 Document Evidence Evince Record Show 它是不是都跟一個 比如說存在的證據 有關係 Document就是證據的本身文件 Evidence是證據 Evince是Evince Evince Evince 大家沒有學過嗎 應該有學過 我也忘記 好沒關係 Evince就是表明表現出的意思 那這個字跟剛剛的證據有什麼關係 你把這個證據展現出來 所以它跟show可以一起記 那你要記錄這個證據 就是record 那你這個support 就是支持這個證據 Witness 需要一個證人來看這個 backup backup 是支持這個證據 那butress 不用講 support 就是支持 corroborate 就是證實 substantial 比較難 我們等一下會講 adduce 等一下會講 你要去做個測驗 來確認它 authenticate 就是真的 然後你要去確認它 證真 然後certify 是確認這個證據 identify 是鑑定這個證據 那demonstrate 是展現這個證據 跟剛剛的show 或剛剛的avince很像 那display 是展現跟剛剛的show 也是很像 illustrate不用講 就是demonstrate 就是show的意思 manifest 也是show的意思 好這都跟證據有關 大家不要記錯 不要記錯 因為你想confirm 是把一個本來是真的東西 變成一個不是那麼真的東西 那這裡都是跟證據有關的東西 好 第一個就是substantiate substantiate substantiate是sub 就是刺 刺的二等之類的 叫sub 比如submarine 在水底下 在底下也叫sub 刺的也是sub subservient 以前學過 那stand就是站在那邊 那shade 就是動詞 那你把這個理論物質化 什麼意思 你就證實了這個理論 然後它就變成 確實證實這件事情 你用一個證據去支撐 就是你現在講的這個假設 叫做substantiate 好你就是證明 那最簡單的字就是prove 但是我們不要學那麼難 我們學難一點 substant 那名詞是substantiation 這樣子 下一個詞是aduce ad加duce ad是動詞 那duce就是duct duct就是比如說conduct 這個duct 它有這種引導的意思 那一再的引導就是什麼 就是我舉例來說明 引證來說明這件事情 我要告訴你 我要拿個reference過來 告訴你這件事情 到底是對的還錯的 所以它的意思變成是說 提出啊 舉出某些例證的事情 叫做引證 所以這是aduce 比如說你要證明它很奇怪 你可以提出很多理由來引證 這樣子 那attest是什麼 act還是剛剛的那種 很像這個有沒有 很像是ad的 這種都是動詞的這種 頭 字頭這樣子 我們家字頭比較好記 很多人就字根嘛 那test就是證據 你要去test這個 測試這個證據的真假 那這個詞就變成什麼 attest就變成 為某件事情作證 比如說你簽名 到底真的還假 需要有人來公證一下 或是公證以後 就需要兩個公證人來看這件事情 那attested是什麼 正名無病的 這是好詞 所以不要記錯 但是它是英國人的用 那這個正名無病的牛 最近很可怕 有那個很恐怖的那個非洲豬 有嗎 你可以去證明這個無病的 就是attested cattle 那豬肉呢 attested pork 這樣子 那它的反應 只有哪些 這是我們小時候學過 既然不能讓人家感到這麼的困惑 你就要讓人家感到確信 所以第一個就是confirm 第二個是建立那個證據的正確性 所以establish 那第三個是證明這個證據的正確性 用proof 那第四個是validate validate我們以前學過 我再幫大家查一下好了 validate就是 讓某件事情具有法律效益 還有批准或認可 承認這個文件的真實性 然後具有法律的供應性 那verify就是確認的 我們以前也學過 好那我們今天第二講 先講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再把剩下來講完 非常感謝大家